大家好,那在这个简短的简明的课程里面呢 那我们将会来探讨来怎么样的使用这个HT-MX 那HT-MX呢,它是一个小型的JavaScript库 一个Library呢,让我们能够来创建这些动态的前端 Dynamic Frontends 那同时却不需要呢,来写任何的JavaScript的这个代码 那这是因为呢,我们在HTML里面呢 有能够用一些HT-MX所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属性 这些我们叫做就是这个Hyperscript的属性 Hyperscript Attributes 那就例如呢,我们能够发起HTTP的这个请求 HTTP的Request呢,接着加一个特别的一个属性 那就如我们看这个HT-MX的文档 Documentation里面呢,那这边有一个例子 在Quickstart下面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按钮,一个Button 然后这个Button里面呢,有这个HSHXPost的属性 那当一个人按着这个钮的时候呢 它就会发起一个Post的Request,一个Post的请求 那这个请求呢,是发到这个Click的Endpoint 然后这个Click的这个端点 那我们并且呢,你还有看到这个HT-MX的属性 它就会把从这个服务器所送回我们的这个回应呢 那跟这个Button,跟这个按钮呢 给这个的交换 我们待会呢,用其他的例子会更具体的来讲论到HXPost 还有HXPost,并且如果你在看这个文档里面哦 这个Motivation,OK 那传统来说呢,那当我们有一个表单 就是一个Form 然后从表单呢,我们要提交到Server,到服务器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用这个Get或者Post的Request的请求 那但接着HT-MX呢,我们能够用Put,能够用Patch 能够用Delete,接着这个HXPot,HXPatch 还有HXDelete的特别属性 也并且呢,我们能够用任何的HTMLElement 这个HTML的元素呢,来发起HTTP的请求 那过去呢,可能你发现到在你的网页里面 只能够借着这个A的ATAC或者是这个FormTAC呢 来发起这些HTTP请求 那但HDMX呢,就如好像刚才我们的之前讲到这个Button呢 那我们从这个Button直接就能够发起那个HTTPPost的请求 在这个课程里呢,我们将会用Node跟Express为我们的后端 那当然呢,你的后端呢,你能够用你喜欢自己喜欢的科技 那就如呢,现在呢,很热门的就是HTMLElement 就是为这个前端,然后后端呢,他们用Django 或者是这个Golang,但你能够选择你所喜欢的科技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用Node跟Express 那HDMX呢,本身呢,它是蛮小的这个体质 只有14个千字节 14这个KB 所以因此呢,我们说它是非常这个轻省的 比较lightweight,这个轻量级 那,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一些的动态的功能 Dynamic Functionality 就好像呢,很容易的来发出这个Request请求 那或者在你的网页里面呢 某部分,你需要来更换 却不要把整个的页呢,给这个reload 那,同时你又不要用好像react,或者view,或者angular 这些比较重量的这个前端呢 那,htmx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在文档里面呢 你就点击这个reference 你就会看到不同的这些可以用到的属性 就好像,如果说我们有这个hxget 然后,hxpost 刚才我们也用到这个hxswap,对吗 那,当然最常使用的 就是这个hxget 然后呢,hxpost 那,并且呢,如果我们再下来看呢 我们有好像hxdelete 那,还有hxput hxpatch 然后刚才我们就讲到了 我们有这个hxswap 但假如说呢,如果你不要用hxswap呢 就是说,你从这个服务器呢 来得到它的回应的时候 你要把它的回应的成果呢 把它再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可以用这个hxtarget 并且我们还有这个hxtrigger 这个hxtrigger呢 就是用来指定说 这个出发请求的这个事情是什么 到底是click吗 或者是mouseover吗 待会儿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例子 我们会比较具体看到 好,所以呢 我们就接下来 我们就会有一些比较小型的项目 或者说project呢 来展示说 如何的来应用 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的内容 记得我们是用htmx呢 为我们的前端 我们的后端呢 我们就会用nodejs跟express 现在我们就看怎么样的来设置 我们的这个nodejs 还有express的这个后端 所以我们会设置一个简单的一个服务器 然后这个服务器呢 它会有一个public的一个directory 一个目录 然后这个目录里面呢 它就会服务这些html的file呢 那里面当然就是有htmx的属性 所以首先呢 要确保你有这个nodejs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呢 请去这个nodejs OK 然后在这边呢 你就要下载node 然后安装 那安装过后呢 你在你的这个terminal 你的总端中里面呢 你能够发出这个pommand node-v 那它在这里呢 就会显示说 你的所安装的node的这个版本 这时候呢 请到你指定 或者说你喜欢的这个文档里面呢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 来生成我们的这个package.json 那就假如说 我就会在这个文档里面呢 或者说 makeDrive然后htmx udemy ok 对不起那个文档已经在了 所以makeDrive htmx udemy2吧 然后呢htmx udemy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说npm init up.dash.y ok 这个呢 它就会开始 创建我们的package.json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 安装express ok 我们就可以说npm iExpress 来安装express 那过后呢 我们也要这个安装 这个nodemon 那这个nodemon呢 它就会持续的来监视我们的服务器的这个文件 这样呢 我们就不必在 这个代码更改时 重新启动这个服务器 ok 所以我们有了 我们就可以来安装 好的 这时候呢 让我们就 来开启我们的这个code editor 我们在这个catch里面呢 我就会用VSCode ok 当然你能够用你喜欢的 好了 我在VSCode里面呢 我就会打开 我刚才所创建的这个文档哦 就是 udemy2 然后呢 我就有我的package.json 好 在这边呢 我就要加两个项 两件事 那第一个呢 我就是在我的代码里面 我要用import 而不是用require 所以我就会在 这个main里下面呢 我就会用type 然后 我就会说module 然后呢 在scripts呢 我就会说dev 然后 就把它给换成nodemon 然后server.js ok 也 就是说了哦 我们 就在开发状态的时候呢 它会 跑动我们的服务器 server.js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nodemon nodemon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 呃 来创建一个新的一个文件 然后叫做server.js ok 那我们需要这个 因为我们刚才在package.js上呢 我们已经指定说 哦 我们会 跑这个server.js ok 好 所以 server.js呢 这个server.js呢 是我们后端的入口点 哦 它说backend的entry point 入口点 所以 呃 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 我们就说 啊 import express 然后from express 这个就是 我们刚才说安装的 那然后我们就有 然后我们就有 express 所以我们是从这个express呢 然后导入 啊 这个import 我们的express 啊 我们也把这个 呃 实话呢 到app 的这个 呃 cons里面去 然后之后呢 我们会有 啊 几个这个中间界 然后这个middleware 哦 所以 app.use 然后呢 express static 然后呢 public 那这个就会把public的这个文件夹呢 成为是static 啊 这个静态的 所以因此呢 我们能够从这个public的文件 提供 啊 这个html 的文件 哦 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 app.use 然后 express url encoded ok 然后呢 我会说这个extended 呃 true 那这一行呢 它就会解析 从这个url 呃 哦 就是 把从 这个html的form 表单 所发送的 呃 这些的数据给 呃 呃 分 分解 哦 然后呢 也能够把它给分析为这个json 哦 所以 我们就 就是 app.used 然后呢 express.json 然后呢 所以 我们所 刚刚有这两行呢 哦 就是从这个json api的客户端和表单 呃 这个获取数据的 的 的这个中间间 中间间 中间间 然后最 最后呢 我们会在这个端 端口的3000 port3000上呢 启动我们的服务器 所以我们说 app.descent ok 我们就说3000 port3000 然后我就有我的callback啊 ok 我就可以说 server listening on port 3000 好的 我们这时候呢 就能够来运行我们的这个呃 呃 程序 哦 所以把它给存下来呢 然后 我们就回到 我们的这个terminal里面 然后我们就能够 呃 npm run dev ok 他说 missing script dev ok 可能 在我的 呃 刚才package.json里面的 这一行呢 我还没有把 这个给存起来 好存起来的 回到这边呢 好再次启动 啊 ok 所以这时呢 我服务器呢 已经呃 正在从这个port3000呢 呃 在车厅的这个呃 车厅请求了 啊 目前呢 我们还没有创建任何的这个路由 哦 这个 route 呃 没什么能够从服务器里面来获取 或者请求的 但我们的服务器呢 已经启动 并且这时候呢 在运行 好这时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这个public的文件夹 哦 所以我们如果到 回到我们的 呃 vscode呢 那我们就能够 哦 来创建 public 那在这个public的文件夹呢 哦我们都会把这个html的文件呢 都放在其中 我们也在public里面呢 我们能够创建一个简单的html 哦我们就给它叫做index.html 哦 从里面呢 哦我们就会 有一个简单的这个html 啊 啊 所以 那其实 这一方面呢 我们是能够请AI 也 啊 能够帮助我们的 哦 所以呢 与其我们自己 打 打 打进去呢 哦我们就可以到这个 就 假如说clob里面 ok 我们就说 哦 give me a simple hello world html 好 啊 ok 有了 哦所以 如果我用这个代码 哦我就把这个给copy 哦 我所用的是clob ok 所以 就把它打进去 哦 ok ok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给 存起来 好 所以也因为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public 的这个文件夹呢 然后设为是这个static 啊 是静态的 所以我们应该能够 这时候呢 我们转到这个 Localhost 3000 ok 所以说Localhost 3000 啊 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helloworld 也就是 从这里了 好 因为这时候呢 我们的服务器 已经 就在启动了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 怎么样的开始使用htmx 要安装htmx呢 有几种的方法 我们可以做到 那我们现在呢 就到这个htmx的 这个documentation 啊 然后到 呃 docs 然后你可以到这个installing 哦 就是这里 那它就给你几个的方法 哦 啊 就如呢 你能够 下载 到你自己的这个本地的版本 或者 或者用这个mpm 我们会用的方法呢 哦 就是这个 接着这个cdn 好的 所以先把这个可以copy 之后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index.html 哦 我们就把它给paste 在呃 这个地方 那此外呢 我们也会添加这个bootstrap 哦 这个就是让我们的程序呢 看起来比较 呃 美观 所以我们就能够到呃 这个bootstrap 可以到它的documentation里面 好 然后呢 呃 呃 我们就 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就要把这边和这个可以copy 好 这个copy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下面 ok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把这个 然后也copy 下来 ok 好 把它给存起来 这时候如果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app里面去 啊 我们就会 呃 看到呢 它的字体呢 应该会改变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bootstrap已经包含在内 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 呃 用一个按钮呢 来发出请求 哦 send request 也并且呢 也来接受这个response哦 接受这个响应 然后在当中也没有用到javascript 呃 单单只是用这个htmx的属性 ok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 呃 呃 就在hello的下面呢 我们就能够说 呃 呃 我们的class 我们就 container ok 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说 呃 page1 simple request example ok 简单的一个 发出 这个请求的一个例子 然后我可以说 呃 button button里面呢 啊 我可以说 type button 然后class呢 这个就是 让它比较美观一点啦 就是用bootstrap的一些的class 然后我呢 我这里 里面 里面我就说 fetch some stuff 哦 好了 把这个给 呃 存起来呢 我们就来到这边 ok 好 好了 或者呢 我把这个hello 我给拿掉 比较好 ok 接下来我们会使用一个公共的API public API呢 那就是这个json placeholder ok 如果你到 呃 这个json placeholder ok 啊 他常常就是 呃 能够用来 呃 test 或者 呃 一个假假的一个API 啊 让你能够来 呃 测试你的程序的 他也给我们几个 这个end point 就好像如果我点入这个users ok 他就会给一些关于users的数据 我们现在又就来看这个hx get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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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送一个get的request ok 所以我们就 回到我们的呃 呃 这个new里面 呃 我们就可以说 好 我就把它 这样放就比较容易一点 好 我可以说 呃 这个 get 那我之后呢 我就能够把整个的 这个url 然后里面 把它放在这里 ok 那我然后呢 hx get呢 我可以说 hx trigger 我说是这个click 所以在这个hx get里面呢 我们就把 我们要 呃 发出这个请求到哪一个end point 的这个url ok 给把它 给贴在这里呢 那当然 他这里呢 他就会 呃 呃 就是 刚才我们显示了 他就会 给我们这些users的一个array users的一个 呃 数据 此外 我们也加上这个hx trigger 然后呢 我们也说 呃 他的 呃 就是说 这个click呢 就是事件的请求 好 也就是说呢 呃 这个 要按钮 点击按钮的时候呢 他就会trigger 就会发送这个get的请求 哦 所以因此呢 当我们点击这个fetch some stuff 然后他就会发出 呃 这个请求 然后接受这个json的呃 呃 宿主的响应 然后呢 他就不会把它放进这个按钮里面 好 我们就会试试看吧 好 把它给存起来 然后 然后 就回到 ok 我就点 啊 ok 没有事情发生 没关系 我们就看 这个developer tools 到底是 什么一回事 那当你点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htmx的invalid part ok 那到底这个是什么呢 那原来当我们从一个地方呢 我们把 我们发一个请求呢 到其他的这个url 其他的 呃 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好 呃 这个by default htmx 他们是不让 不让我们这样做的 那除非 我们再加上这一个 ok 除非呢 我们就在 呃 好 我们再加上script 好呢 好 所以就是说 好 好我们让他的请求能够发送到其他的 的这个部分 ok 好我们再试试看 好 好 所以这是我们把 的数据呢 从我们刚才这个 json placeholder的api 好 已经收回了 啊 当然这是不太理想的 哈 因为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这些所 的这个回应呢 全部都 啊 把它接 接到我们的这个按钮里面 而我们的按钮就就比较一个超大的 一个按钮 啊 这也是 我们目前呢 因为我们没有指定说 我们的这个target呢 在哪里 啊 就是说我们所拿回的这个response data呢 要放在什么的地方 ok 所以我们这时候 待会我们就会 把这个给 呃解决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 呃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那其实 呃 呃就是说 我们是不需要这个hs trigger click的 那 这是因为呢 htmx知道呢 当一个人用按钮的时候 那基本上 他的by default 他的默认 默认的 呃这个trigger呢 呃就是 呃这个click 好 那当然 我们如果说我们 呃不要click 我们也能够换成这个mouse over ok mouse over呢 ok 那然后 如果我们回到这边 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就mouse over 啊 他 他就已经trigger了 所以不一定是click的 当然 所要说的就是 你你不一定 得 shook这个 呃mouse over 或者是click 你能够用其他 你所要的 这些trigger的event 那目前呢 我们所收回的这个数据呢 都把它装在这个按钮里面 然后当然这是非常 啊 不理想的 好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会 用啊 另外一个htmx 的呃特别属性 叫做hxswap 就是让我们把我们所拿回的这个数据呢 呃 呃 放在我们 呃 就把它跟 呃 这个按钮呢 给交换 给swap 给交换 所以呃 呃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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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们 好不需要这个trigger 我们就用 hxswap OK 然后我就说 呃这个 alterhtml 好的 当我们把这个给存起来 然后 好的我们再试试看 OK 所以你看呢 呃它就把 呃我们的 按钮就不见了 呃 反而所显示的 就是数据 所以这个数据呢 代替呢 呃 跟这个按钮呢 给呃给交换 给代代代代替到的 如果你到那个 呃 htmx的网站呢 哦 你可以 看到这个 hxswap OK 呃 然后这个hxswap呢 我们除了用 alterhtml 呃我们也 能够 用其他的 就好像这个 ginnerhtml 其他的选择 我们是能够用的 我们刚刚 所有用的 就是这个 呃 alterhtml 就是这个呢 呃就是呢 它会将 那个目标的 这个元素 呃就是 我们呃 刚才所指定的 呃 的这个 这个 这个 button呢 给它给 替换 为那个响应 当然现在呢 很不理想的就是呢 我们是把整个的 呃 JSON呢 就直接给 显示 哦 反而呢 这时候我们下一步 我们所要做的 哦就是 要用 好好的这个 HTML 的 呃整个的 呃用户 user的一个 列表呢 就把它 比较美的 来列出来 是等一会儿 我们会来做的 那目前我们正在 显示 来自第三方 API的用户数据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明如何 请求我们自己的 这个 API 啊 所以 呃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了 这里呢 我们不会用这个 JSON Placeholder 那反而呢 我们 用会用自己的 这个 呃API 好像这个 users 这里的这个users呢 它就会 就会 来指定我们自己的 这个服务器 那当然如果你存起来这个呢 然后我们再 呃 重新用这个 它是不会有任何的回应的 哦 因为呢 我们目前 我们还没有 这个 slash users的这个 呃 断点 这个end point ok 所以我们就会到 我们的server.js呢 来创建 这个 slash users的这个 呃 这个路由 ok 所以我会说 app.use 然后呢 我会说 used 或者说 users ok 啊 然后我们 会收回 request 跟response 然后我们就 提供 那个 整个callback function 然后我可以说 users ok users呢 我就会 给一些 查试 呃 id 名字 名字 joh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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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然后把它给成 bob 然后 shannon ok 所以在这里 我们所做的呢 就是 我们会处理 啊 所收到的get的请求 哦 然后 我们这里呢 我们是有一个这个 啊 callback function 这个callback function呢 然后就会有我们的 呃 请求 然后呢 这个响应 这个啊 response 哦 所以 我们的response呢 我们就会用这个response 然后send ok send 什么呢 ok 我们就会说 h2 呃 这个users吧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把它放成好像一个bullet list 里面 ok 我就说 呃 在list group 然后呢 好 中间这里我就会说 呃 整个的users呢 我们就会用 呃 users 好 map 然后呢 每个user里面 我再会的 每个user呢 呃 我就会 放在一个bullet point ok 呃 list group item list group item 或者说 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 this group item呢 然后这里就 来给 呃 这个username 啊 username slash 把它给关掉 ok 那之后呢 就把它给join 起来 就把它 全部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string ok 也就是呢 当我们用这个back ticks的时候呢 back ticks 整个就成为好像一个 template string ok template string呢 然后我们从这个users的array呢 我们会map 就是走 呃 会一个一个在每个在users的array里面呢 一个一个的 走过 然后 每个user呢 我们都会显示出 一个list的 一个 item ok 我们就用join呢 就把它 全部再组合成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string 一个字 符 章 好 我们就把它 给存起来 好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 localhost 哦 ok 应该是 有问题 ok 好 所以 invalid shorthand property initialize 啊 ok 这个应该不是equal 而是这个colon 哈哈 好 好 来存起来 然后呢 再试试看 好 啊 ok 所以 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的这些user的数据呢 都 列下来了 ok 那当然要 呃 提醒的就是 我们在这边虽然是用这个node 跟 express呢 那当然 但你的后端呢 你能够用其他的科技的 哦 好像这个jango 然后也是在我们的index.html呢 哦 我们这里你看呢 是完全没有这个javascript的 全部只是用 呃 这些的啊 啊 hdmx的这个啊 属性 那目前当我们点击那个按钮的时候呢 哦 我们的这个回应呢 就呃 呃 代替了那个按钮 那假如说我们不要代替那个按钮呢 哦 我们要就是要把这个结果呢 啊 把它给显示在其他的地方 那要怎么办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另外一个htmx的属性 叫做hxtarget 对hxtarget呢 我们就不用这个hxswap了 哦 我们不是用hxswap 那就是在啊 啊 啊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说 在下面这里 我们有做一个div 那然后这个div里面呢 假如说他的id呢 是这个users ok 那我们在hxtarget里面呢 我们就说 啊 这个就是指定说users 所以这个hxtarget 他呃 呃 就是说我们所得到的结果 从这里呢 我们就会显示 在这个element里面 所以你的id呢 就要在这个 呃 target里面哦 然后加一个hx 把它存起来 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 ok 好 所以你就看到了 现在呢 的结果呢 显示在这个按钮的下面 哦 是因为我们把它 显示在这里哦 那也如果说呢 我们要显示一个确认框 哦 就假如说当按一个钮的时候呢 呃 这个确认的框会跑出来 就假如说 那 我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hx confirm ok 然后我们可以说 do you want to proceed 哦 就是你要你确定了哦 你要呃 进行吗 然后you want to proceed ok 我们就把它给呃 存起来 好 回到了这里哦 我就点击啊 然后you want to proceed ok 然后ok 它就继续了 所以我想呢 这个当你如果说 你要发出一个删除的请求 哦 或者其他比较关键的一个决定呢 哦 这个 呃 确定的确认框呢 会是非常有用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呢 从API 来获取数据 哦 所以目前呢 我们的数据呢 都是来自这个server.js 呃 这些就是说已经hardcode 哦 就是在我们的呃 代码里面了 啊 如果说我们要从 呃 就是说刚才的这个json placeholder的API 如果你们记得 哦 json placeholder 我们要直接从呃 这个地方哦 来 呃 获取资料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server.js 呢 那首先我们就要用呃 这个 async 待会我们会加以解释 啊 然后当然我们就不再有 我们的这个constant 呃 hardcoded的数据 然后不会有这个 反正 我们又会用呃 这个response 然后我们会说await ok 然后fetch 哦 fetch呢 然后 就把整个的这个url呢 我们就放在里面 嗯 ok 然后 我们就说cons users await response.json ok 所以我们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fetch的一个请求咯 然后我们使用呃 这个await 每当我们用await的时候呢 哦 我们的呃 呃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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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这个async 过后呢 就能够await 或者说呃 这个等待 从json placeholder来获取 呃 我们的这些的数据 ok 所以我们从呃 这里呢 呃 也就是说我们要他的这个 我们需要他的json 然后这里的其他的哦 完全没有改变 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就把这个给存起来 ok ok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code里面哦 好 我们是这个do one to proceed 啊 ok 所以呢 他就直接从这个json placeholder来取出这些的 这些的资料了 ok 所以你看如果说 呃 这个好像这个第二个Irvin Howell 他就是呃 这个Irvin Howell也是第二行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哦 从我们的请求呢 呃 从request里面呢 怎么样发送数据哦 从request呢 怎么样send 呃 这个data 所以呢 当你想过呃 想通过你的这些request呢 发送这个数据时 那我们能够使用的一个htmx的呃 属性哦 就是hx veals ok 所以那呃 例如呢 我们在呃 我们的 这个json placeholder呢 如果说我们要添加 呃 这个limit limit ok one 啊 我们就是说了哦 我我我只要获取 呃一个数据 或者说一个用户者 一个user 如果我把它给3 ok 他就只是给我到3而已 他不会给我到10个 那我们怎样把这个limit呢 也发送呃过去呢 好我们就现在来到我们的呃 代码呢我们再会在我们的呃 我们的按钮里面呢 我们就会加上好 我们就不需要这个confirm了哦 不需要这个confirm啊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type 好我们这里呢就可以说hx vals ok这个vals呢我想也就是这个value的意思 然后什么value 所以呢在这边我可以指定我要 呃发送什么的其他的数据 ok 我可以说limit 然后呃就假如说我要3个 他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呃整个的一个json 哦 json的一个呃object 然后我的card的key里面就叫做limit 然后里面的值呢这个value呢就是呃3 呃能够存起来那但在server.js呢 当我get这个users的时候 好我也需要呃加上的就是cons 然后呢limit啊 然后我就可以说呃这个request.query 啊就是他从那个query里面的啊 然后我就说limit ok我就里面了那假如说如果这个limit 我我他啊就是没有在那个request里面发进来呢 我就说好了就把它弄成啊把这个里面的弄成是10 ok 那目前他这里呢他所给我们的是一个string哦 所以为我们啊从这个string呢把它改成一个啊 啊号码呢一个number呢我们就加上一个plus 啊一个plus sign ok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啊这个fetch里面呢 好我们就把limit加进去啊可是要怎么样把limit加进去呢 ok首先我们就用把这个换成是一个back ticks okback ticks呢那为什么呢因为用back ticks呢我们就比较容易的能够把我们的limit放放下去啊 因为一旦有的back ticks呢我就能够直接说啊呃这个 啊这样他直接我们就limit就啊在里面了然后呢记得这个limit呢最终 他就是从我们的前端的这个hx valves里面哦所发送过去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给存起来存起来然后我们就来回到我们的hello world ok 好诶奇怪他来不用紧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的问题啊 啊应该是三吧limit 3 ok limit 3好我们再试试看 啊ok对不起不应该是这个limit哦而且我还要说这个limit 然后啊就这样ok哪里好把它给存起来 ok好fetch some stuffok好所以只有三个那因为呢我们这里呢呃hx valves里面呢我们指定说limit只有三个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这个hx indicator 那这个hx indicator的属性呢那他就会啊让我们在等待服务器的时候呢啊他会啊会加一个一个spinner 啊就是说一个好像一个啊图形啊图形就是说啊跟拥护者说明说啊这时候我们在等待从服务器呢还在接一些的数据过来 啊一个spinner好啊我们就如果说啊从这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更明白吧我们可以说啊这个hx啊indicator ok然后我就会说这个loading啊这个loading呢就是待会我们他我们会有多一个这个啊element就是叫啊id loading的ok好我们现在就到这个bootstrap啊到bootstrap啊来 后来哪一个xinner until both strap然后啊啊啊 Then找这个spinner吧ickes bina到底什么是spinner呢哈蕙子用咱咱咱咱打啊就是这一个OK多少ceğimbootstrap呢 到底什么是spinner呢啊好所以这边啊哦就是这个ok好的我想呢啊呃我们也能够直接做拿这个吧直接就拿 到底什么 되嗯啊好我们就啊copy啊我们 cute 然后我们就在按钮下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ID就是loading 因为我们的HXIndicator我们指定说是loading 并且除了这个class我们也要说 就是htmxindicator 我们要指定说它是htmx的indicator 好的我们都把这个给存起来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 OK好我们就点点击这个钮 预备好了吗 OK可能看不到 可能看不到 因为可能它太快了 不用紧我们再试试看 因为它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就加一个timeout OK加一个timeout 让我们就比较比较比较容易的看得到的 我们就在这个server里面呢 我们可以说settimeout ok settimeout 然后async 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callback function ok 好我们就在这边 好的我们就说 2000个mms吧 然后2000就是2秒的意思 OK 好的我们就把它给存起来 然后我们就再试试看 好OK 啊所以你点了2秒 你看到这个spin出现了吗 啊然后之后就是你的数据了 OK 然后你们看到 哈哈 OK 哦所以 啊 你如果你要呢 你能够把这个timeout呢 给给给拿掉 然后我file 我放这边的这个2秒的时间 就是只是为了能够看到这个indicator 这个spinner而已 那希望这个课程呢能够帮助你 哦 其实这个只是 啊 课程的短短的一部分 如果说你要整个课程呢 你就请你发个电邮 哦 到我这个电邮里面去 哦 就是support at iducate.com 啊你发个电邮给我呢 我就会给你一个 Udemy的一个链接啊 让你能够得到整个课程的完全 或者你带到了链接 那些链接 自己把链接 但你把它们够看 。 呢